咱们再来看一个问题 实现一个购物车功能 那网购国的同学都应该知道啊 比如说以淘宝为例吧 那淘宝里面可以选购多个不同种类的商品 选购的时候啊 可以把这些商品添加到购物车里面 那选购完之后啊 可以进行统一结算啊 那这个购物车呢 功能一般就是这些啊 主要就是这些功能就是添加 添加商品或者是删除商品 并且呢计算一些价格啊 那好咱们就来分析一下 该怎么去完成这个购物车的功能 首先呢咱们要实现购物车的功能 首先咱们要给它来一个商品吧 来个商品 商品的话就创建一个商品类啊 叫product product 商品类啊 商品类啊 然后呢还需要创建一个购物车类啊 然后呢还需要创建一个购物车类啊 shop card吧 购物车类啊 最后呢再来创建一个测试类啊 那咱们这个测试类呢 一般测试里面都是有man方法的啊 咱们就以这个吧 Xsize006啊 好那要创建这三个类啊 才能够实现这样的功能啊 首先咱们来看一下product类吧 product商品类 那咱们就来创建一个 我来新建一个啊 商品类 那一般商品啊 它里面都有些属性啊 咱们给它来几个属性 比如来个商品编号啊 number吧 id也行啊 商品编号啊 然后呢还得有个商品名称啊 来死阵类型的name吧 然后还有价格啊 单价吧 那价格的话 之前咱们讲过啊 凡是跟这个金额有关的呃 一些东西啊 最好是使用大数值啊 big decimal 使用这种类型 单价的话 啊price 宝宝 好 然后生成一下他们的setget的方法 选选 ok 之后呢 咱们再来 重写一下它的突出这种方法啊 那以后建议大家呀 凡是这种自定义的这种类型啊 最好都是给它重写了突出这种方法 还有 hachicode的方法 还有eco的方法啊 反正这些东西都可以用eclipse自动生成啊 也不用费劲 那我再来重写一下hachicode和eco的方法 直接让它生成 很省事啊 直接生成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地方啊给它改个中文啊 商品吧 就这样 那这样子呢 咱们就把product这个商品类创建好了啊 创建好之后呢 来看一下 再来创建一个购物车类啊 shall cut ok 购物车类啊 那在这个购物车类里面啊 咱们想一想 用什么类型来模拟这个购物车呢 你看啊 咱们要买东西的话啊 往购物车里面放 一是放这个商品的ID啊 其实实际上放的是商品ID 咱们这里面把这个商品放进去也可以啊 商品包括他的ID 他的name 他的price都放进去 也就是说把商品的对象可以放进去 放到购物车里面 另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数量啊 因为你看可能这个东西我可能买一件 也可能买两件 甚至可能买多件 那这个东西呢 也要放到购物车里面 那他俩是有一种对应的关系啊 比如说我买东西的话 我一般都是这件商品 我买几件 那那件商品买几件 那有这种对应关系的话 我们想一想 我们之前学过的哪种类 或者是哪种类型 可以模拟这样的东西呢 模拟这种这个对应的关系啊 那肯定就是map吧 建制对的方式啊 咱们放map map的map的key啊 咱们放product的对象啊 因为你要放数量的嘛 数量有可能是重复的 所以咱们放pro dact这个对象 key放它 value呢 咱们放它的数量啊 integer连想 prodact map 好 好 好 那这个map的话 咱们来 写一下 重写一下它的过报方法啊 让它在创建对象的时候 就把这个map 出实化 另外一个hashimap吧 搞包啊 之后呢 之后呢 因为购物处里面还要计算总价啊 计算总价的话 咱们也给它来一个成员变量 那总价的成员变量 那总价的成员变量还是用big decimals这种类型 这种类型 叫total price 之后呢 要提供添加的方法啊 add 没有不用返回 不需要返回 然后添加的话 需要给它来两个参数啊 那添加就是要 添加什么样的商品 包括这个商品添加几件 所以说给它来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就是product啊 商品 然后呢 再来一个数量 数量就是int类型的吧 这个是add的方法 像购物车中 添加商品和数量啊 接下来呢 还得有个删除的方法啊 因为我添加到购物车之后 并没有付款啊 我还可以那这个商品我不满不满意的话 我还可以把它从购物车里面删除啊 remove 那他同样也是需要两个参数啊 你要删除哪个商品 包括你删除的呃这个商品你删除几件啊 所以说我这就把它拷购过来 跟添加的参数是一样的 那也需要这两个参数 这个是从购物车中 删除商品和数量啊 然后呢 还得提供一个方法啊 就是清空购物车 可能我选了半天 购物车里面的商品都不满意啊 我直接给它清空了 清空购物车 然后呢 再来一个方法啊 打印 打印的话 这个其实咱们可以就是简单理解为是结算啊 结算呢 因为后边涉及到很多操作 这里呢 咱们就直接把它打印出来啊 比如每个商品买了几件啊 总监是多少 这是打印 箱单吧 好了 那这个购物车里面啊 这个购物车这个类里面 主要是有这四个方法啊 那你可以先思考一下 怎么去实现这里面的方法 那我这呢 直接就带大家来实现这个代码了啊 首先咱们来看添加啊 添加这个方法里面啊 要把传进来的商品和它的数量 添加进去 添加到哪里面呢 刚才说了 添加到这个map里面啊 咱们在这声明了这个map 再来个注采 再来个注采吧 用来存放商品信息和数量啊 然后我这里面要添加的话 直接就这样它得add方法就可以了啊 不是添加的吗 是put的方法啊 map里面是put的方法 咱们将商品的这个对象作为key传进去 然后呢 把数量作为number给它存起来啊 报错了啊 应该是protectmap啊 那这样子呢 我就把它的对象和商品都传进去 和数量传进去了 那这里面你思考一下啊 我们之前讲map的就说过了 map的key是不能够重复的 那它这里面我们直接给它传一个对象进去 它是如何判断这个对象是否重复的 你想想 它判断重复的话 无非啊 就因为咱们这个对象是咱们自己定义的啊 它判断这个对象是否重复的话 无非就是掉用它的eco的方法啊 在掉用eco的方法之前 首先会掉用哈西方哈西扣的方法啊 所以我们来看这里面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重写了哈西扣的和eco的方法了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它是能够保证咱们传进的商品不会重复的啊 也就是说咱们传进两个 比如说两瓶两个可乐吧 两个可乐商品 它会判断出来这两可乐商品是同一件商品啊 所以说key是不会出现重复的 那这里呢 我直接这么写 其实还有些问题啊 你想一想 比如说我在购物的时候 首先呢 我买了两瓶可乐 放到购物车里面了 买两瓶可乐 放到购物车里面 之后呢 我又想去选过一些其他的饮料啊 那我转了一圈之后啊 发现其他一样没有什么爱喝的 我回过头来 我想再买两瓶可乐 也就是说一共买四瓶 因为我之前已经买了两瓶了嘛 那我选过了一圈回来之后啊 我想再买两瓶可乐 再买的话 我再定用这个爱的方法 然后传进来 把可乐传进来 另外呢 给它传进来 数量是二 我在传进来的时候 会把之前 因为之前我已经选过了两瓶了 会把之前的两瓶覆盖掉 也就是说我这么写的话 会把之前的那个数量 已经存进来的数量覆盖掉 而我的目的是想买四瓶 而此时呢 这里边还是两瓶 所以说这么写是有问题的啊 咱们需要加个判断 首先判断一下 判断一下 这个map是否含有 是否已经包含了 这个product的key这套数据了 所以咱们这加一个判断 那map里面有一个叫做contain contains key这个方法 通知方法能够判断出来 是否包含这个这个key的值啊 所以我直接先把product给它传进来 这里面就是判断一下 那咱们来个 非吧 如果不包含的话 如果这个map里面不包含这个商品的话 说明之前并没有向购物车里面添加过这个商品 那我直接就这样啊 直接给给它传进来就可以了 直接将这个商品和它的数量给它放到map里面就可以了啊 来个注释啊 判断 map中是否包含 当前商品 如果不包含 则直接添加到map里面啊 将商品和数量添加到map里面 这个是不包含的 那另外呢 也可能是包含的 else 这里面呢就是包含的啊 如果程序 走到这里 说明 我刚刚之前已经向购物车中添加过当前商品 需要将数量进行相加运算啊 也就是说我需要先将这个map里面之前呃你你买这个商品买了几件 先把这个数量拿出来啊 拿出来的话 咱们来个 int 叫做before吧 之前的数量啊 get把这个product作为key传进去 先取得之前的数量啊 先取得之前的数量啊 取得之前的商品数量 购物车中的商品数量啊 然后呢 咱们要做一下相加运算啊 after 让他俩相加 就是before 加上 这个是之前的数量 那这个呢 是有新添加的数量 所以让他俩相加 参加之后呢 这个after就是总共选购的数量了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这样 直接用map的put方法 把after给他传进去 这样呢 我们就把商品和他的数量都放到这个map里面了 之后呢 我们要在这个位置啊 就是判断到外面 要做一下总价的计算啊 总价的话 咱们这儿已经声明了 叫做toad price啊 这里给他来一个初始化的值吧 0.0吧 刚开始说总价肯定是0元啊 那我这儿呢 那我这儿呢 直接这样 total price 让他做一下相加运算啊 add的话 这里面要算一下就是这件商品 它的总价也就是说它的单价乘以它的数量 单价的话就是 这个是 product 点get price 这个是单价 那他呢也是big dissimulation的 我们要用它的 乘法的那个方法 multiply 乘的话要跟数量相乘啊 那数量的话就是 是这个啊 map.get 这个人的数量 那他呢 因为这里面要传进去是一个big dissimulation的 所以说我这儿要做他给他给他做一个转换 然后把他的数量传进来啊 放在这里面啊 来看一下啊 总价 等于 商品单价 乘以数量啊 再来看一下啊 这个是总价 总价的话肯定他要相加啊 加上是哪个 加上这个是商品的单价 商品单价对让他的 因为他是big dissimulation嘛 对让他的multiply方法 就是乘法的这个方法 跟谁乘 跟他商品的数量 那商品的数量的话 就是通过 通过这个map把这个key传进去啊 获得到商品数量 获得到商品数量 获得商品数量之后呢 因为这个商品的数量是in他类型的啊 我要给他做一下类型转换 转成big dissimulation的 通过这个big dissimulation.value 将他转成big dissimulation的 之后呢 他人他俩做相乘预算 相乘之后 这个商品的总价就计算出来了 商品这个只是这件商品总价 因为你有可能选购多个商品 所以说前面要用totalprice 对他进行相加 这样呢 就把totalprice计算出来了 这个就是add方法啊 那add方法编写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remove方法吧 那这个删除方法呀 其实跟这个添加方法有点类似啊 只不过他是添加 他是删除 他们做的是相反的操作啊 删除的话 同样也有两种可能 一种呢 是他传进来的这个数量 跟map里面的数量是一样的啊 一样的话 我直接把这个 商品全部删除就可以了 他们的情况呢 就是他传进来的这个数量啊 比如说我在购物车里面买了五瓶可乐 然后呢我想删除三瓶 那这样还剩两瓶啊 还有这种情况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也要加个判断 那这里呢 首先啊 咱们还是要拿到 呃这个商品的数量啊 就是在map中就已经加入了购物车中的商品的数量 product map.get 把product传进来 获取购物车中的商品数量 然后呢咱们在这里面进行判断啊 判断如果那就是他传进来的这个数量 大于等于我们购物车中的数量是 大于等于 所以有可能传进来的是大于的 比如说我呃购物车里面有五件商品 我要删除六件商品 那就相当于把购物车里面所有的商品 那就是跟这个商品的数量啊 都给他删除啊 如果他是大于等于的话 我们直接从呃把这个商品将 把这些商品从map中给他删除啊 remove 将该商品将该商品从购物车中删除 这个是大于等的情况 那另外呢 还有小于的情况啊 else 如果那么小于他的话 那就说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啊 购物车里面有五瓶可乐 如果我想给他删除两瓶 那还是留下三瓶啊 所以说这面要做一个计算啊 after before减去 那 这个呢就是要剩余的商品数量啊 剩余的商品数量 之后呢 咱们 再给这个map里面重新放一下就可以了啊 put 把product传进来 然后这个地方给他传after啊 那这样呢 咱们这个map就给他放好了 放好之后啊 还要重新计算一下总价啊 那要计算总价的话 咱们要把它就是删了多少 那给他减去啊 那这个时候 也有两种情况啊 因为你这个地方啊 有可能他输入的就是用户输入的这个要删除的数量 比我们购物车里面还多啊 所以说我们需要分两种情况 咱们就在上面给他来一个吧 在这吧 那这里呢 这样他的减法啊 subtract 减法的话要把 因为这里面就把购物车里面这件商品全都删了嘛 所以要把他的价格全都减掉啊 那就是product get price 这样他的成法 成法方法 然后传哪个呢 那我们传的话不能传number啊 因为你看看 用户输入的有可能他的number是大于before的 那我要直接乘以number的话 这个价格计算就会有问题啊 那这里面呢 也说明一个问题啊 就是永远不要相信用户的输入 这这句话在软件开发里面是个非常有名的名言啊 那我们一定要对用户的输入进行各种较验啊 包括要考虑到用户可能会输入这种情况的数字 也有可能考虑到用户会输入各种情况的数字 那这里呢 咱们要给他写啊 直接给他写before吧 有相当于把他全部删除掉啊 对用他的value方法 before把他传进来 给他做减法 然后呢 在这里面呃 同样也给他来一个计算单价的 这个简单的话还是producte.getprice. Here we go. 这样他的程划方法multiply.Value 这个把哪个传进来呢 就是把他要删的这个数量啊 就是他去了几瓶 比如可乐我去了两瓶 那我就把两瓶给他传进来 那所以呢 就直接把number给他传进来就可以了啊 好这样呢 我们的remove方法就写好了 我再来看一下上面啊 上面这个因为这分量的情况嘛 上面这个可能有点问题啊 我们看啊 上面的数量这个地方啊 数量这个地方我们 看看给他怎么写一下 这儿呢 我就不能直接从map里面去取了啊 我直接把num给他传进来 因为你看啊 比如说走这种情况的话 那就是map之前没有存储过这个商品 那我这么写是没问题的 直接把数量给你传进来 那这时呢 如果呃 map里面之前有这个数有这个数据的话 那也就是他新天的数量只是这个number 所以说我只需要把新天的这个价格给他加进就行了 因为以前的这个价格已经计算过了啊 所以说我们就不能直接从map里面去取了 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啊 传number 好那他的添加和删除我们都完成了 完成之后呢 再看一下还有个清空购物车啊 那清空购物车的话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直接就调用map的clear方法 把这个map清空就可以了啊 将map清空 map清空之后呢 那么我们还要把totalprice给他浮成零啊 0.0 好这个是清空啊 清空完成之后 我们再看打印 打印的话 打印的话我就直接辨订那个map啊 然后将每一条商品 他的呃商品单价和数量 都给他写打印出来 包括呢最后打印个总价就可以了啊 那这里呢 咱们先给他打印一行 商品清单啊 商品清单啊 先打印一个这个吧 之后呢 咱们要去map里面去便利一下 把每条数据 就是每一条商品 给他打印出来 那便利map的话 咱们这件简刮 要使用个set吧 它是 它是 product啊 这叫set proset key吧 就是key 直接就是把map中的key给他拿出来啊 对用他的keyset方法 获取它的key值 然后呢咱们便利这个set 咱们用个迭代器吧 咱们用个迭代器吧 便利下 便利一下 hasnext productp litter.next 然后呢 它商品的数量 integer 直接去map里面取啊 直接去map里面取啊 把p传进来 这样呢我们就把每件商品 还有它的数量就获取到了 获取到之后啊 咱们给它打印一下 这样呢我们就把每件商品 先打印一下数量啊 先打印一下数量啊 加 给它来个 个吧 后面呢再加上 加个空格吧 加上商品 之后呢 之后呢再计算一下这个商品的啊 这个商品的总价 就是p.get price.net的乘法的那个方法 之后把这个数量给它传进去啊 之后呢咱们在最后面 你再把总价打进出来 总价 就是totalprice啊 好那这样的话我们购物车这个里面的方法也都实现了 之后呢我们在这里面来测试一下啊 这个测试了 首先咱们来初始化几个商品啊 那初始化商品的话 咱们给它重写一下它的 勾动方法啊 让它初始化一下 再来个无参呢 手写一下 再来个无参呢 先来几个商品吧 先来几个商品吧 买几个水果啊 买几个水果啊 orange 橘子 new一个 看一看 第一个传的是ID 名字和价格啊 ID的话就是1001吧 名字就是橘子 价格 这几个 这几个是DC某类型的啊 比个DC某类型的 这样的话就是10元一斤吧 我给它拷贝几个啊 给它来四个商品吧 橘子 然后来个苹果 苹果 苹果的编号是1002 苹果 苹果的价格呢 是15一斤吧 然后再来 来 葡萄啊 1003 葡萄 葡萄20 然后再来一个香蕉 Banana 商品名号是1004 香蕉 价格是5块钱一斤吧 好那这几个商品咱们就出售花好了 出售好之后呢 就往购物车里面放 来个购物车的对象 然后就用它的add方法 把先买几个苹果吧 买 买5个苹果吧 之后再买 再买几个橘子 10个橘子 再买几个香蕉 香蕉 买4个吧 买几个葡萄啊 葡萄20个 啊不过一般没有单个买的啊 都是按金买的 之后呢咱们来打印一下 电脑他的print方法 测测看看咱们的程序有没有问题啊 好我来执行一下 看看啊打印的结果是买了5个商品是橘子 它的价格是75啊 单价是15啊 苹果啊买了5个苹果 买了5个苹果 75没有问题 然后葡萄呢单价是20 咱们买了20个就是400 哇挺贵的 然后香蕉它单价是5元 5元买了4个就是20元啊 然后橘子是买了10个 10个的话单价是10元啊 这是100元 最后呢他们相加的话是595 没有问题 那打印的格式不太好看啊 我们再来调一下 这个地方给他加一个 TAB键啊 这就隔开一下 那回过来咱们再执行一下 钢T啊 转移字符的话钢T 只行 多来几个吧 然后总价这个地方总价咱们也给他往右挑一挑啊 再来几个 好 好 然后给他来几个那个 TAB啊 有点多了上面这个啊 下面这个再给他来两个吧 去 去 那就这样吧啊 可是咱们就这样 之后呢咱们再来测一测他的删除方法 啊 那先不测算数的话我再给他添加5个苹果吧 看一看 又添加了5个苹果 也就是说咱们一共买了10个苹果啊 一共买了10个苹果的话 苹果的单价是15 那就是150 150的话咱们看一下总价有没有问题啊 总价的话是670没有问题 好那我们再来测一测他的删除啊 sc.remove 把苹果给他删了吧 删5个苹果啊 好再来指线下 那删5个苹果的话 这个总价有点问题啊 我们看一看 并没有剪掉啊 并没有剪掉 我们看看哪里出了问题 是不是 有点 好 22 哦 嗯 好 就这个地方咱们没有给他附上值 给他附上一下值 这儿呢也给他附上一下值 然后再回过来 咱们看一下重新执行 没有问题 已经减了 之后咱们再测一下clear方法 clear 清空之后里面就什么内部打印了 总价归零 好 没有问题 通过这个购物车的小练习啊 希望大家能够增强对list map 对这个map的一些理解啊